今天我會和大家說 業主放租 利益 很多朋友以為 買了投資物業 交給中介之後 自己就不用管了 那個物業就會自動幫你三金蛋 幫你達到財務自由 甚至提前退休 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 是沒有可能的 如果有人這樣跟你說 那個人一定是騙子 我在過去的節目中有多次提到 在澳洲要建立一個健康的 Investment Property Portfolio 其他國家我不敢說 在澳洲 你必須要配合物業管理 稅務 以及財計 包括Refinance 才可以最大化地為你帶來一個健康的 Investment Property Portfolio 健康指的是會有正現金流 以及一個不錯的資產增值 而購買合適的物業 只是這個旅程的第一步 這個只是起步 而不是終點 因此我決定和大家分享 專業級別的放租方法 是可以做到財務自由和提前退休的 今集會和大家分享 在澳洲如何最大化地提升你的租金 包括如何選擇 Leasing Agent 用甚麼方法提升你的物業的租金 業主放租的時候 有甚麼地方需要注意 這一集很適合已經持有投資物業 以及未來打算購買投資物業的朋友收看 不管你是海外買家 或者本地投資者 這一集的內容都非常有用的 特別是海外買家 因為你人在海外 因此這集我是強烈建議你收看的 是絕對可以立即幫你改善你的現金流的 用廣東話來說 就是直接失錢的利益 而不打算購買投資房 或者準備租房的朋友 這一集亦都適合你看的 可以了解一下澳洲放租是怎樣操作的 大家好 我叫Alex 一位移民到澳洲12年的香港人 你收看的是專業的諮詢頻道 歡迎收看TotoTV 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位擁有20年投資物業經驗的資深投資者 在澳洲多個城市都擁有投資物業 目前在麥爾本和Sidney 兩大城市都有提供代客放租的服務 澳洲叫做Pupperty Leasing Services 我自己的物業 亦由自己的團隊親自管理 因此由我和大家分享在澳洲怎樣放租 怎樣提供現金流 應該算是比較合適的 好 廢話講完 我們現在開始 在澳洲 如果你懂得管理自己的投資物業 是很重要的 是可以直接影響你投資物業的現金流 在很多時候 It is between 正現金流或副現金流之間 那你說 重不重要呢? 首先就要懂得選擇 租任中介 Leasing agent 正所謂 男人最怕入錯行 女人最怕嫁錯郎 找不合 Leasing agent 可以直接影響你投資物業的現金流 而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 澳洲大部份的 Leasing agent 都不太行 澳洲大部份的 Leasing agent 都不太行 而且 越大的所謂大 agent 就越不行 這些都是經驗之談 是用血換回來的實戰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 賣樓給你的 agent 不一定是以後照顧你放租的 agent 特別是在香港 台灣 馬來西亞 當地賣樓給你的 agent 他們賣完一層樓給你 就拜拜 因為他們人不在澳洲 收樓的一般都是交給當地的中介管理 他們是不會負任何責任的 很少會有 agent 提供一條農務服務 照顧你放租的一部分 對於客戶有什麼實際影響呢? 以及可以採取什麼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用實例來和大家分享 你可能會比較容易明白一些 美斯就透過香港代理 購入了麥爾本市中心一個兩房 apartment 單位 收樓之後 美斯就用了香港代理介紹的 Leasing agent 美斯本以為可以在家裡硬硬腳 那個物業可以為他帶來不錯的淨金樓 但出租兩年後發現 現金樓是遠不如當初期望 這個真的不是賣廣告 是真人真事 後來美斯透過 YouTube 聯絡本人 當然美斯是假名 經過仔細研究之後 我發現 美斯的物業出現了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 美斯目前單位的租金是澳幣 400 元一個星期 比市場價是較低的 但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遲些會將答案告訴大家 而美斯每個月支付給 Leasing agent 的 mansion fee 是 7.7% 這是連稅的 比市場的收費較高 在澳洲 Leasing agent 會向業主收取 每個月按過租金的 1% 作為管理物業費用 這些服務包括帶客去看樓 核查租客背景 代客收租 支付物業相關的費用 負責安排清潔 維修等 情況與香港不一樣 但除了物業管理費之外 這個 agent 居然向美斯收取 每個月 5.5 澳幣的 rental statement fee 看上去好像不太多錢 但少數怕長計 另外 我還發現 過去兩年 Leasing agent 還不斷向美斯提出維修要求 包括要求更換門鎖 更換窗鏈 地毯和部份重新有漆 這個中介甚至要求美斯支付Cancel的負責 我的確有少少拗頭 我遲些會告訴大家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我更加發現 當其中一個租客搬走後 中介甚至要求美斯支付比市場更貴的清潔費 而更奇怪的是 雖然美斯只是借了5成借貸 利息不太多 但他的租金是比市場低的 400元一個星期的租金 美斯居然還要交水 以上這些情況 都是讓人八思不得其解的米團 好 現在來為大家一一破解這些問題的原因 以及為美斯提供解決方案 首先租金比市場低的原因 原來是中介祖師馬夫 他只是安排了一次的open inspection 一般出租都會安排至少兩次以上的open inspection 另外美斯為了省幾百元的專業攝影費 用了自拍的照片 當然吸引不到高quality的租客 open inspection的次數少 而且廣告的照片不吸引 看樓的人自然不多 租金自然也斜不高 另外這個agent也不會花太多心思 亦不懂得怎樣幫美斯提供他的租金 因為我發現美斯周邊的單位 在安排合適的傢俬之後 即是包傢俬 是可以進一步提供租金 最後我幫美斯佈置了傢俬 將單位佈置得漂亮漂亮 然後再安排專業的侍應師 拍了一輯很漂亮的照片 放上網 在經過兩輪的open inspection之後 居然吸引了30組人 申請apply租這個單位 最後以高於市場價 650元一個星期成功租出 即是幫美斯的租金即時提供了62.5% 正所謂人靠衣裝 物靠包裝 在澳洲放租 包裝都很重要 現在來幫美斯解決支出過高的問題 先看看中屆的management fee 經過我接收之後 美斯每個月的management fee 也即時降落了 由於美斯是我的屬客 我給他的management fee 比過去的agent更便宜 是屬於友情價 也免去他每個月的所謂的wental statement fee 今時今日居然還要收人的wental statement fee 實在是有點過分的 另外我發現之前的agent是鬼佬 租客亦都是鬼佬 在澳洲的確會出現的情況就是 鬼佬agent會偷偷偏幫一些鬼佬租客 為何我這樣說 我是有證據的 因為我發現他單位的門鎖根本沒有壞 原來當時的鬼佬租客出夜街 忘記帶鎖匙 接著回到家 對門當然是鎖了 進不去 然後他急召開鎖師傅 在澳洲這種急召的服務是很貴的 接著中屆偷偷幫租客報銷 說是門鎖出了問題 因此在澳洲一般來說 我都會建議用華人的agent 一般鬼佬都會偏幫鬼佬 這是經驗之淡 至於那張所謂的罰單 原來租客沒有按照council的要求 處理大型垃圾 被council發現後 就向租客單位開了罰單 因此嚴格來說 這是屬於租客的責任 在進一步調查之後 我發現之前agent的council report 是比較簡陋的 在澳洲在租客搬進去住之前 中屆有責任為業主做一份 細節的council report 譬如這份就是我幫客戶做的council report 詳細地記錄了物業內部所有的council report 當租客搬走時 我們會仔細地檢查物業 如果發現單位中有任何被租客損毀的部分 我們會依據council report的內容 要求租客作出賠償 而過往agent的council report 不僅僅簡陋 在租客離去之前 他更加麻煩處理 草草了事 居然將押金全數還給租客 而當新租客搬進去時 新租客看到這些問題 當然會要求業主留維修部分項目 其中包括根本窗簾和根本地毯 以及部分牆壁重新游泳 其實以上所有問題都可以避免 其實在交流時開發商人 已經為該單位提供了窗簾 地毯亦是全新的 一般在澳洲地毯可以使用10年以上都沒問題 我自己的物業更厲害 我自己物業地毯使用20年以上才根本 另外部份牆壁重新被之前的租客弄髒了 其實應該由他負責 以上這些問題 如果由一個負責任中介處理的話 通通這些費用都應該由租客的按金幫扣除 在澳洲當租客搬走之前 他們必須對該單位進行清潔 將單位還原到交流時的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 業主是有權扣除租客的幫作為補償 最後的謎團就是 雖然美斯只是借了五成的貸款 而他的租金只是400元澳幣一個星期 但為何他還要交稅呢 原來Agent 根本沒有提美斯 也沒有幫美斯安排depreciation report 在澳洲如果你購買的是新樓 全真物業的話 澳洲稅局容許你將房屋折扣 用來抵稅是合法的 但二手樓是不容許的 二手樓是沒有depreciation被你購 在安排了depreciation report之後 神奇的事出現了 美斯的租金比以前高了很多 但他現在就不用交稅了 現在對比一下 美斯在改進前和改進後的現金流是怎樣 大家看看這個 cash flow 圖表 在改善之前 美斯每年的正現金流 只有幾百元澳幣 原因剛才說了 因為地產中介做事比較麻煩 在他的管理下做這麼低 但支出就多 一些原本不應該由業主支付的費用 居然都要美斯自己支付 但在經過一輪改善之後 美斯現在的現金流即是得到質的飛躍 在第四年的現金流 甚至比第三年的現金流更加不少 原因是在第三年我們接手之後 我們幫美斯配置了一些傢俱 大概花了幾千澳幣 但這筆費用是一次性的 儘管如此 美斯在第三年的現金流 仍然是比之前改善了很多很多 而去到第四年 我更加幫美斯加租 租客也願意 因為他很喜歡美斯單位的佈置 租客也願意長期租 在這個案例 引出了幾個關注點給大家參考 首先就是選擇核息的中介 這一點在澳洲是很重要的 一般我會建議找華人的agent 部分鬼佬的確是偏幫鬼佬 而且他們做事相對來說 沒有華人那麼勤力 在澳洲好的leasing agent 的確是可以幫你提升租金 因為他們還會提醒你幾時加租 甚至會建議你利用包傢伙 去幫你增加租金收入 很多時華人的agent 會幫助華人 他們也會幫你折省支出 這也是建立投資物業 組合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出租的時候 大家必須要花一點錢 包裝一下自己的物業 正所謂小財不出大財不入 包括找一些專業的視影師 拍一輯靚靚的照片 最後就是稅務 在澳洲如果你懂得善用澳洲的稅制 可以做到正現金流 但是又不需要交稅 在澳洲建立投資物業組合 的確是可以為你搭財務自由 或者提前退休 但是是需要精心安排和管理 從美思的個案 就可以解釋 為何有些人告訴你 千萬不要買投資物業 那些硬梗流可差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的 一般講這些的人 可能是因為他們不太懂得 管理自己的投資物業 如果他講得那麼差 為何澳洲有兩成的澳洲人 擁有一間或以上的投資物業 其實答案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懂得管理你自己的投資物業 每年是可以為你帶來不錯的正現金流 這個世界是沒有不勞而獲的 每件事想達到最好的效果 是必須要付出的 但是這個努力絕對是值得的 今集就談到這裡 感謝收看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